做口罩 有 我車上有 警車停靠路邊 想要落跑的廈門台商 沒戴口罩 情緒相當躁動 根本不願意配合 被強制戴上車的台商 說什麼都不配合 連同衛生所兩個人 加上遠景四個人 將他送回防疫隔離所 但其實他應該是要去 台北的防疫旅館 人卻往高雄跑 這名廈門台商 其實從台北搭著高鐵南下 到高雄無視檢疫規定 他直接轉搭捷運 擺明就想落跑 廈門台商在3月9號 拿到居家檢疫通知書 他卻沒有到 被安排的防疫旅館報到 反而是從台北搭高鐵 一路南下到高雄 甚至轉搭捷運到小港機場 想要搭飛機再回大陸 他已經過安檢了 他已經到疫苓室那邊了 看完PASSPOL 疫苓官才出台商 離他遠遠 這名台商來到小港機場 以為闖關成功 卻沒有想到被人 攔了下來 最後被強制帶上防疫計程車 沒想到搭上防疫計程車的台商 居然在車上大發雷霆 在快速道路上 意圖攻擊計程車司機 甚至破壞帷幕隔板 想要跑 可以強制帶上防疫計程車的 這名台商還想要攻擊駕駛 最後駕駛直接 按了雙黃燈靠邊停車 司機路邊停車的動作 讓負責護送的員警看到了 台商堅持他要下車 護送員警告知 快速道路上不能下車 非常危險 但台商情緒越來越失控 帶隊警官當場下令上鎬 過程當中有幾次是意圖跳車 在種種脫序的行為 實在是會影響到 整個的行徑安全的前提之下 那預定是以妨礙公務 毀損以及恐嚇的罪嫌 予以起訴 因為台商不願意配合 加上有攻擊駕駛的行為 違規屬實 被台北市開出百萬罰單 人還在防疫隔離所裡面 等到起滿出來拿到罰單 肯定會不當初 記者林真彥 林智慧 高雄報導